给我杀 老士族带兵想捉拿卫央 这里的人都是卫央的拥戴者 他们不认为卫央有罪 护商鞅者与商鞅同罪 你们敢违抗军命吗 商军绝不会犯法 必是你等老士族诬陷 为何直接你等私兵 军命何在 于是老孟一怒之下 想强闯商鞅 所以爆发了开头激烈的战斗 商鞅的人也不是吃素的 拿着早就准备好的石头 朝老士族砸过去 老士族一时间也难以招架 正在这时 子岸将军赶到此处 还不住手 子岸将军 商鞅居民抗伐 立杀不折 对杀不出来 再敢裹子 立即正法 公孙古不甘心措施这次机会 便只责伤于县军民抗法 子岸应当功成 去捉拿魏央 你是什么人 他就是当年的太子父公孙古 当年太子父 又岂会让老秦人自相残下 子岸看生军刑罚二十余年 孟西白三人见子岸 瞬间斩杀公孙古 都被吓了一跳 子岸 你敢死刑士族大臣 死兵聚集 乱罚乱国 全部拿下 而这时 魏央与初里集也赶到这里 身后还跟着一大群 手持农具的百姓 魏央告诉子岸 应当将三人交给廷尉府处置 这可把三人气得不轻 可是这是何物 黑欲秘令牌 你从何而来 拜先军所赐 专一除奸 来人 全给我拿下 你们敢 而这时候 银钱又赶到了这里 阻止了子岸捉拿孟西白 这是什么两极反转 魏央看见死而复生的银钱 感到很惊讶 银钱表示自己 只是得了怪病 最近痊愈了而已 你藏得很深 老夫奉军之命 前来缉拿商军 银钱表示 孟西白三人 是依法捉拿魏央 并无过错 子岸应当把魏央交给廷尉府 但曾经的德力部下子岸 却不愿意听他的 银钱感叹道 看来他们俩也走到头了 张公子 你原本是秦国栋梁 大义大局之心 朝野皆知 正因如此 子岸曾认你是英雄豪杰 甘愿死心追随 不行 你一行私狠 二十年自求不出 出罪变法为敌 子岸 老夫曾救过你的精灵 二人拔剑对峙着 周围的气氛 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而片刻后子岸 做了一个 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 都没想到的举动